代曆 好直接喔 我們下一題謝謝 我們下一題 這題我們來幫大家解答囉 36歲桂倫美 和大他多歲的代曆人 應該沒有分手喔 甚至啊感情更深溫 疑似同居ING 9月30號小美收工 也是一個急著返家見 安娜達的節奏喔 最近感情如何 平凡就好 謝謝大家 他們2004年因為合作電影相戀 那一年小美才21歲 過去呢 她也曾被募集返回帶導的家 傳出同居 2009年呢 代理人以《不能沒有你》 奪下最佳導演 與有容顏的小美 立刻給予阿姨的抱抱 雖然都這樣公開了 但他們對戀情還是很低調 低調到2018年 一度被傳分手 但如今看來又重修就好囉 我覺得我可能結婚的時候 大家應該都會知道了 那這種事情 都知道可能那個嘛 iPhone 也知道 就光人和沒有用 還要天時地利 欸 掃編來補一下喔 人和嘛 現在肯定是OK 地利嘛 欸 這個社區 拿來當新房也很不錯呀 至於天時的話嘛 2020年是充滿變動的一年 就該好好從一波啊 把握當下啦 我的時間比較慢一點 所以我慢慢走這樣 人生月曆百百種 慢慢累積 娛樂動新聞 別再累積了 少編都從少女變少婦了 報道